七十九 商業周刊 統出慘培劉子他卻變身營收九億男 2015年7月13日封面故事1102 No.1443才靚圈全家便利商店創新的最佳代表人物 莫過於九億男研發中心副部長王啟勝 他一個人,就為全家一年大進超過九億元的營收 在便利商店裡的H.E.M. 提款機領錢 可累積點數換折價券 在交友網站正禮級網友 可以拿對獎最後到超商換咖啡 雙其林 這都是他的發明 中國淘寶網購物 台灣便利商店取貨 是他手創 台灣流通業第一個就跨國點到點送貨 台灣全家寄出 上海全家修件 也是來自他的想法 他與同僚想出全家便利商店出租匹列布袋器光碟 這個點指 最高峰時期 為全家帶入近六億元營收 愛玩黑切線上遊戲的人都知道 想花錢買遊戲點數時 如果不想被定額的五百元 一千元儲值金額級綁住 那麼 唯有到全家主席 才能隨心所欲的存入金額 不論是一百六十八元或七百七十七元都不受限 因為 獨家專利就押在王啟成手上 算一算 他已經拿到七項新發明專利 還有八項在審查中 根據智慧財產局資料 有了專利王相助 全家累計取得二十六項新發明專利 他在公司見了不少工 既也藏了不少禍 我在公司總共寄了四支新界 還好後來拿了一支小工 一支家長 全都抵掉了 王啟成說 對於犯錯 他總喜歡用以下這個比喻 就跟人感冒一樣 沒有感冒就不會有免疫力 不斷感冒 你的免疫系統就會越強 真的 你沒有犯這樣的錯 就沒有這樣的經驗 中秋月購糊頭鬚卻開天窗 全公司客帳接到手緣 賠錢還賠罪金天 他能有這麼多創新 警示在2005年 一個洋公司慘賠600萬元的犯錯教訓 所啟動的新能量 當時剛調任商品採購的他 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他跳脫中秋節只能買月餅的思考 提出在中秋節預購時 也提供戶頭鬚之類的地方特產 他的提案迅速獲得主管與同事肯定 認為結合送禮與地方特產 很有話題性 果然 商品一推出就大受歡迎 預購糧衝上四萬多盒 只是 雲端代末幾天就出下來了 由於與上游供貨商合作經驗還不足 直到中秋節前兩天 他才被這家首次合作的老店通知 有一萬多盒生產不及 肯定要開天窗 先前沒想到應先確認功課商的產能 也高估了業者的應變能力 使他犯下天大的錯誤 而且在節日的時間壓力下 完全無法彌補 這個大包 接著時被打到爆的客服專線 全家動員上下包括長官 同時接聽近萬通的普遠電話 大家都很緊張 消費者有的要送禮 有的要拜拜 都沒東西可以拜 他當年的長官 現任資訊報協理簡為國 還記得內部如臨大敵的氣氛 差點提詞情及意外獲鼓勵 長官剛錯 激勵他更勇於提案 除了立刻已定方案辦理全額退費 再加贈比糊頭酥更高價的月餅賠罪 遇到少數堅持不肯接受補救方案的人 必須想辦法調來產品 由專人開車趕在中秋前直送上門 算一算 這當產品不但沒賺錢 還賭賠了六百多萬元 連累這麼多人 實在沒臉留下了 王啟成當時下定決心 把爛攤子收拾完不後 就要另謀出路 在事後檢討報告上 他將自己狠狠地了一個小過 不要因為小小的錯誤 就想要離職 在部門會議上 檢惠國這句表面上沒針對任何特定對象的話 一字一句打進王啟成心裏 王啟成犯下的這個大錯 接著居然被掌官定位為導入新商品有功 這對於他是個很大的激勵 對於全家內部的容許犯錯的氣氛 也是一大鼓勵 被退回從改的檢討報告上 王啟成的小過減衛生界 又減為國自己擔下小過處分 年輕小伙子感動之餘 終於吞下強烈的挫敗感 打消此意 回想起這事 簡為國說 公私能容錯 年輕人才敢衝 哈!後來我的小過也沒記那麼大 被潘董、潘俊丁 改新介了 在內部鼓勵創新的氣氛下 王啟成開始補充了 他發現各通路都只反售定額的線上遊戲的點數 為何不讓客戶彈性選擇呢? 他想 樣子需要二十元、五十元的管價 不需要一次買五百元 透過全家店內的多媒體機台費滅潑設定 買到剛剛好需要的儲值金額 不是更好 但他輕匆匆提案 確招來會降低客丹的 執行難度高 需求不大等質疑 第一次審查時就遭退見 其他同事被退一次 通常就不會再提了 但有了先前的失敗經驗 王啟成鏈皮場巧了 堅持可行性非常高的他 再次提案 一直到第三次提案時 終於打動時任總經理的張仁敦 獨牌中已決定試試看 試驗結果是 不但吃到小額衰投的長尾相機 客單價景不減反增 又二百五十元提高到八百元 王啟成成功註冊彈性點數專利 更讓全家建立了其他同業都不能抄襲的獨家利機 現在每年幫全家多大進二億元到三億元營收 串聯去實平台成拿手招數 經歷過的失敗 養成他更全面的思考 由於過去犯錯失敗的經驗 王啟成學會了從點子的發明 到連成線 面 懂得思考與上下由廠商合作的環節 他從中構思出跨平台系統 讓不同銀行金融卡只要憑卡號就能累積點數 上線後 合作的國泰世華 台新銀行紛紛推出雜點換全家禮券方案 C.H.M.搖身成了國家猛點的搶手貨 現在全家每年有高達一千五百萬人設提款 這時 串聯跨平台上下由廠商已經是他的那手招數 他又想 多媒體機台既然能儲值遊戲點數 兌換 H.M.提款贈點 能不能也讓網友用來彼此贈送咖啡 於是 王啟成串聯網路電信系統 讓網友能透過簡訊電子郵件接受贈禮罪號 在全家兌換咖啡 商其林 開啟了各式異業合作模式 2012年 全家主動找上愛情公園網站合作 讓談網戀的情侶們可以互相贈送愛的咖啡 第一年就為全家新增一百萬杯咖啡銷量 目前每年穩定貢獻公司營收超過一億元 而他串聯上下游的功力 再淘寶 跨國點到點合作看中 更擴大到國際等級 其中屢利溝溝環節 他會想很多 在這兩岸子中擔任顧問的南華大學文化創意系 助理教授黃毓海說 他記得 有一次案子增京來到紫城臨門一腳的階段 合作隊長卻提出可能相及全家權益的要求 黃啟誠馬上喊停 另可自負全責決定暫緩 印好的海報存作費 等談出解決方案再繼續 他甘得起失敗 很有Guts 膽識 他一個人就佔了全家專利總數的四分之一 累計獲班公司專利獎金八十萬元 看中黃啟誠的創新能量 全家將最近的Big Data 大數據分析 iBeacon 低供號藍牙 室內定位手機推播速銷等新技術應用 交給他負責發照 都點頭觀察消費者使用模式 如今成了他的例行工作 下次在全家便利商店裡 如果有人默默偷瞄你操作多媒體機台 參加新科技促銷活動 你遇上的很可能就是九億難黃啟誠 而即將改變你我生活的大發明 則正在他腦海裡醞釀 延伸閱讀 他用五項獨家專利 讓同業無從抽起黃啟誠發明與貢獻 前迫列布袋戲影片租者首創將布袋戲光碟租者倒入超商 目前演變為光碟購買方案 最高一年創造六億元營收遠方送禮系統透過簡訊 就能贈送咖啡兌換勸級網友 與愛情公寓合作 第一年帶來一百萬杯咖啡 每年貢獻公司營收超過一億元銀行 A.G.M.跨平台提款贈紅利系統換點數於全家購物時抵用 大盡每年來客 一千五百萬人次虛擬點數 彈性化過去只能買套裝三百元 一千元遊戲點數 改為可用小額二十元、五十元或大額五、零元等自訂方案 採購虛擬點數即時儲值專利廢除繁集的遊戲卡 一儲值登陸手續、一繳錢馬上儲值成功下單價不減反增 由二百五十元提高到八百元 每年幫全家創造兩億至三億元銀行修整理 蔡靚圈